嘻哩哩,我是Drama 今天我们来看温家兄弟大奖天使恶魔的邪恶力量第五季第二集哦 失去行走能力的暴毙叔非常消沉 大帝拿到自己的X光片 看到了一股上刻满了以诺克福咒 用来躲避天使的追踪 这个福咒能力强大到连小卡都需要使用手机才能找到兄弟俩 小卡虽然被复活了 但被驱逐出天堂寻入了力量 无法恢复暴毙叔的双腿 小卡提出找到复活自己救出俩人的某人上帝 来解决鲁西法 小卡想问大帝借护身符 这个护身符能够感应上帝的存在 而这个护身符居然就是多年前圣诞三米送给大帝的小马项链 虽然大帝万般不舍 但还是借给了小卡 并警告他好好保存不准弄丢 另一边 鲁福斯正在充满恶魔的小镇苦战 不得已打电话求助报名书请求支援 温家兄弟俩带书出征 赶到了鲁福斯所在的小镇 小镇上空无一人 到处是杂乱的汽车 甚至还有一辆鲜红色的野马豪车 大帝和三米谨慎的查探情况 正好遇到艾伦大妈 艾伦大妈一上来就破了大帝一脸渗水 验证两人不是恶魔后 带着他们来到安全的地下 艾伦大妈先给了大帝一个深深的拥抱 然后又给了大帝一个耳光 像妈妈一样指责大帝是熊孩子 不会老老实实打电话报平安 怪孩子三米则怕怕的躲在后面 在艾伦大妈口中 温家兄弟得知小镇情况非常严峻 几乎整个阵子都被恶魔占据 只剩下地下室避难的一些普通居民 居民们都对遇到的事情感到恐惧 眼睛男也描述了妻子突然变成恶魔的情况 艾伦大妈和乔妹也是接到鲁夫斯的电话赶来帮忙的 但现在鲁夫斯和乔妹都失散了 为了普通人的安全 三米提一带着他们突围 但之前艾伦大妈曾经尝试过并且失败了 三米提一让所有人都用上炎弹枪 兄弟俩外出取商店里的枪 大丁担心三米对上恶魔会激发他的吸血欲望 但在三米强硬的态度下 两人分头行动 大丁拿枪 三米偷炎 在超市扫荡炎的三米遇到了恶魔 杀死他们后 面对鲜血 三米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大丁及时出现打断了他 但三米的状态还是让大丁感觉不对劲 拿到枪和炎的众人都在联系怎么使用 三米却独自坐在一边发呆 大丁关心地询问三米 艾伦大妈却要出门寻找乔妹和出炉 三米想跟随 大丁也提出一起 三米认为哥哥是不信任自己 最终艾伦大妈和三米出门 找到了恶魔们的所在地 忽然恶魔们出现与艾伦大妈和三米打了起来 奇怪的是 被恶魔附身的乔妹却说 艾伦大妈才是恶魔眼壁痴 最后三米被黑眼鲁福斯抓住 艾伦大妈则暂时逃脱 三米被困在符咒中 但黑眼鲁福斯和乔妹却在不断用圣水和盐对付三米 恨复三米才是那个被恶魔附身的人 这一切都透着诡异 艾伦大妈独自回来 大丁立刻就要出门救弟弟 但他也不忍心丢下这对无辜的居民 三米还在被黑眼鲁福斯和乔妹困住折腾 忽然他看到门口出现了 之前在艾伦大妈庇护下的眼镜男 眼镜男缓慢地转动自己的戒指 原来在鲁福斯和乔妹眼中 三米才是黑眼镜的恶魔 艾伦大妈把和乔妹相遇时奇怪的情形告诉了大丁 两人都感到不对劲 大丁不得不追本树原 通过神父和居民的叙述 小镇的怪异是从水源被污染开始的 当时还出现大规模的流星 大丁通过描述从圣经中找到了对应的情况 作答内 小镇奇特的情况对应的是天启四骑士 招火的流星降落到江河 接着人类开始死去 这一切都是天启的预兆 也是天启四骑士出现的前兆 而小镇上停着的鲜红色野马车 代表这次出现的是骑红马的战争骑士 他让小镇居民分成两派 打得你死我活 其实小镇里根本没有任何恶魔 夜晚 严济男找到三米 坦白 自己就是化成人形的战争骑士 是点小幻术 就是为了看人类自相残杀 战争骑士指出 三米还是对鲜血有欲望 有野心 接着战争骑士转动自己的戒指 又伪装成被三米袭击的样子 引来了卢福斯和乔美 告诉他们恶魔即将来临 随后 严济男又跑到大帝面前 宣扬恶魔即将来临 制造恐慌 并用戒指让所有人认为 大丁和艾伦大妈都是恶魔 大丁和艾伦大妈只能逃离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乔美感到有些不对劲 但也只能先做好战斗准备 大丁和艾伦大妈找到鲁福斯和乔美 最终劝服了他们 了解了战争骑士的阴谋 大战中 大丁找到了三米 三米指出 战争骑士的关键就是戒指 鲁福斯极力劝阻正在战斗的居民们 艾伦大妈想要帮助中枪的神父 却被人压制住 温家兄弟俩抓住想要离开的战争骑士 切断了他戴着戒指的手指 一切换术终结 艾伦大妈也活了下来 战争骑士消失 只留下他的戒指 大战过后 三米平静地分析起 自己对恶魔血液的欲望 如果不想重蹈覆辙 自己唯一能做的 就是退出战魔圈 大丁对三米的不信任 也让温家生煞的关系变得不稳定 最终 兄弟俩分道扬镳 忍着泪 希望对方保重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话 记得按赞和分享哦 你的支持是我坚持更新的最大动力 邪恶力量系列将会在每天中午12点更新一集 我们准时见哦